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pache Doris是一个基于MPP架构的现代化 高性能和实时的分析性数据库 以急速应用的特点被人们所熟知 仅需亚秒级的响应时间就可以返回海量数据下的查询结果 不仅可以支持一些高并发的点查询场景 也可以支持高吞吐的复杂分析场景 那么基于此 Apache Doris可以很好地去满足一些报表分析 集系查询 统一数仓构建 数据库联邦查询加速等的使用场景 同时用户可以基于Apache Doris去构建一系列的上层数据分析的应用 例如像用户行为分析 A-B-Test实验平台 日识检索分析 用户画像 订单分析等等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分析数据库 Apache Doris有以下几点特性 那么以上信息也是从Apache Doris的官网里面截取过来的 第一个特点是简单易用 因为Apache Doris作为一个精简架构的系统 部署的时候只有BE和FE两个进程 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系统 例如我们不依赖于RuKeeper进行分布式的管控和协调 也不依赖于HDFS做数据的存储 同时集群可以在线进行扩缩容 在线升级也不影响系统业务的正常运转 同时在升级过程中 如果说数据副本发生了问题 也会进行自动的修复 同时我们兼容MySQL的协议 可以使用各类MySQL协议的扣端 或者是一些工具 就可以连接到Doris 同时用户在使用Apache Doris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标准的Circle进行查询 第二个特点是高性能 依托于Apache Doris高效的劣势存储引擎 以及现代化的MPP执行框架 同时我们在1.1版本 也增加了全面的向量化查询引擎 再结合Doris本身的一些特性 例如预矩盒的物化视图 数据索引的实现 在低延迟和高吞吐的查询上 都达到了极致的性能 第三个特性是统一速仓 Doris作为单一的系统 就可以同时去支持 实时的在线的数据服务 招呼式的数据分析 以及离线数据处理的场景 通过一系列的资源隔离的策略 可以同时满足多个场景 在一个系统中 第四个特性是联邦查询 Apache Doris可以支持 直接访问Hive、Azberg 以及Hoodie等数据湖里面的数据 而不需要进行数据的同步 同时Apache Doris还可以 直接通过ODBC的协议 去访问MyCircle PostGreyCircle Oracle等等外表 并且也可以去跟 ElasticSearch等数据库 进行联邦的数据分析 第五个特性是导入方式 的丰富 Apache Doris可以支持 从HDFS或者是从S3上 去批量的导入数据 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去订阅 卡夫卡消息队列里面的数据 也可以直接去获取了 MyCircle的Blog进行消费 同时我们还支持 通过HTTP的接口 进行VP的数据写入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生态丰富 Apache Doris支持 Flink和Spark的Connector 对Doris本身的数据 进行读和写 同时我们也可以结合 FlinkCDC 实现数据的精准介入 回顾Apache Doris的发展历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早Doris在百度内部 是08年上线的 当时其实系统的架构 与当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当前之前版本主要是用于 满足百度广告统计 业务报表的业务场景 那么随着百度业务的发展 我们也进行了多个版本的迭代 然后同时内部也进行了 多个版本的升级 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正式确定了 OLAP的一个产品形态 对系统架构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引入了劣势存储引擎 和MPP的查询框架 从此Apache Doris的前身 Pylo正式确定 在2017年 Pylo已经成为百度内部 统一的OLAP的分析平台 大概在百度内部 有数百个业务线都在使用 并且我们也在2017年 将Pylo正式在GitHub上进行了开源 在2018年 我们将Pylo贡献给了Apache基金会 在进入Apache基金会的过程中 由于与某家国外数据库厂商 重名 因此我们选择用回最初的名字 Doris 然后从此就开始正式 以Apache Doris的名字 在Apache基金会里面孵化 从2018年到2022年初 我们总共发布了7个重要的版本 也获得了美团 京东 小米 等众多一线互联网公司的 大规模的使用 那么在2022年 社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成为目前国内数据库 和大数据领域里面 最为活跃的开源社区之一 也正是如此 在2022年6月 Apache Doris正式从Apache复发器 毕业成为Apache的顶级项目 第二部分 也是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Apache Doris社区运营的实践与思考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做社区运营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些主要的工作有哪些 首先我们可能会去确定 一定的观测指标 那这些指标 有可能根据社区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在一些开源项目早期的时候 我们可能希望去获取更多的总值用户 那么随着社区的发展 我们希望社区能够更加多样性 有更多的贡献者参与进来 那么同时 我们还可能要去关注一些业界的影响力的因子 例如像GitHub的STAR的数量 那么围绕这些观测的指标 我们要进行一系列动作的输出 例如我们可能需要跟技术同学去进行结合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些技术文章 然后同时帮助这些技术文章 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和推广 那么同时 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社群的用户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协作效率的提升 例如我们组织一系列的会议 或者说是通过各种其他的形式 把所有的社区的成员 可以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同时 我们可能需要去建立一个沟通的体系 例如建立微信社群 以及像Select的群组 以及去各种社交媒体上 维护社交媒体的账号 那么最后就是 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运营动作 例如我们可能需要去组织一系列的 线上或线下的Meetup 然后以及针对社区的用户 或者针对社区的开发者 去组织一系列的活动 那么回顾所有的这些动作 其实最核心的目标 在我自己个人看来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连接 第二个方面是增长 那么增长 它主要是指的两个方面 第一是用户规模的增长 第二是开发者群体的增长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还需要去 把自己的用户规模 进行更大范围的一个拓展 使更多样的一个用户 都可以使用到我们开源项目中 同时对于开发者而言 我们也需要去促进开发者的活跃 增加他在社区里面的贡献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连接 那这个连接 其实也是面对社区的 主要几部分成员 包括对于社区用户 与用户之间的连接 开发者与开发者之间的连接 或者说是协同效率的提升 同时还有社区用户 与开发者之间的一些连接 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 围绕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把用户增长的一个逻辑 给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潜在用户他往往会基于一定的业务诉求 选择一款开源产品 那么他在选择一款开源产品的时候 除了业务诉求以外 他更关注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这款开源产品与他自己的业务诉求 是不是相匹配 另外一点是 这款开源产品 它的技术门槛 或者说是不是与他当前的一个技术站 是相吻合的 如果是吻合的话 那么OK 他可以接受这款产品 然后并且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如果说是不吻合的话 有可能自己会去评估 在接受这款开源产品的时候 它的一个学习成本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开源社区来说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可以帮助自己的产品价值 能够更好 更清晰的传达给用户 那么同时 我们也需要尽量的去把自己的技术特性 进行传达出去 包括我们举行多种形式 去普及技术 或者说是我们通过输出一些文章 或者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些直播 然后以及各种课程 能够使用户可以更好地接受我们的产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用户就会发现一个转化 从潜在的用户成为真实的用户 那么当他成为真实的用户之后 开源社区所需要做的是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 我们希望去提升服务的力度 让开源用户在社区里面的需求 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 第二部分是作为 第二部分是社区文化的一个构建 通过社区文化的构建 也可以帮助社区用户 可以与开源社区有更好的粘性 那么在这几步完成了之后 社区用户就会有一个自增长和自传播的一个趋势 可以使用户规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而用户规模的提升 也是进一步帮助我们验证了产品的价值所在 那么回顾这整体的用户增长的一个趋势和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做用户增长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转化路径里面 社区对于产品价值和技术特性的传达 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 那么只需要扫清用户转化路径中的障碍 开源产品天然就具备了自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么回顾这一整体的那个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在做开源社区用户增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需要做 首先我们是需要去建立一系列的一个宣传的渠道 然后同时我们去整合可以利用的推广的资源 并且我们进行一系列活动的一些策划 在活动策划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反馈 根据我们的一些观测指标 看我们的活动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机制 那么确定了这几方面的基础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用户统一承载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样用户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自由的沟通 并且我们对于用户提出的一些问题和需求 也需要有及时的响应 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在GitHub上进行用户的交流 有些人可能是在Slack或者是微信群里面 这些都是可取的方式 那么与此同时 对于所有的一些工作 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些技术内容的一个普世 以及我们社区活动的一些 或者社区活动的内容的宣发 那么都需要有一个统一承载的一个空间 然后进行内容的沉淀 那么最后在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们也需要去构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一个社区的交流体系 那么这个是用户在做用户增长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接下来我会继续介绍开发者增长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开发者增长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动力 同样在这个地方我也简单列了一下 从用户到贡献者到社区的成员 以及社区共同体 它整体的一个转化的路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是贡献者它主要的一个来源 是社区的用户 那么社区用户 它在使用一款开源产品的时候 可能由于开源产品某一个特性 不能满足自己的业务的诉求 或者是说发现开源产品 有某一个bug所在 那这个时候自己可能会去选择 向开源社区去贡献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 尽量的去降低贡献的门槛 因为很多的社区用户可能都是因为在这一步 不知道如何参与到社区里面而望而却步 那么这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去降低贡献的门槛 使社区的贡献的价值能够更好的被用户所传达到 并且去塑造用户从零到一对于社区的参与感 那么当他成为贡献者以后 我们要去逐渐的加强他在社区里面的一个参与感 然后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一些 比如说像个人影响力的一个塑造 然后以及一系列社区的活动 帮助他在社区里面可以进一步活跃 那他在活跃的过程中 也可以去获得技术方面的成长 然后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成为社区的一些中心力量 比如成为社区的PMC 最终成为社区的一个共同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开发者增长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 就在于他参与开源社区的一个动机 主要是来自于向社区贡献后 所收获到的一系列的正向的反馈 以及个人因为贡献 所收获到的技术的成长 影响力以及话语权 那么在用在贡献者转化的路径里面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以运营的方式 降低贡献的门槛 去提升贡献者的参与感 并且去持续的提升贡献者的影响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很多的社区都在做 类似于像新手任务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些其实也是Apacitoris社区所在做的 回到Apacitoris社区 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在此我只列了一部分的一些案例 首先是用户方面 目前Apacitoris社区 已经聚集了超过7000的用户规模 这7000人分别处置在 接近20个微信社群中 我们目前社区里面有一支专门的研发力量 为所有的社区用户去提供技术支持 如果说用户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也会对问题进行分级的处理 如果说是一些基础的问题 或者是日常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在社区用户群里面 及时的向大家去解答 如果说是一些重点的问题 或者说是一些影响了用户线上业务运转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会有研发同学去专门对问题进行定位 追踪以及后续的解决 并且也去帮助用户可以通过迭代升级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最大化的去减少用户 因为问题所影响到的业务 并且Apache Doris社区的社群 是没有任何的入群门槛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热爱技术和热爱开源的人 都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中 这样可以去构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一个社区交流的体系 第二部分是开发者 目前Apache Doris社区的开发者 是采取双周例会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双周会上 我们都会去提前开放议题的征集 每个开发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去提交一些议题 并且在会上进行讨论 同时还会有社区的发版管理者 在会上去同步当前版本的规划 以及后续版本的一些迭代的节奏 这样可以让社区的动态 更好的被所有开发者所理解所知道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DSIP的计划 每个开发者都可以就自己 对系统当前的一些问题 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那么这些改进的建议 也都形成了非常优质的设计的文档 帮助社区的开发者 可以进一步的去获得技术上的提升 那么这是我们所做的一部分的一些活动 例如我们之前跟PASA做的一个meetup 然后以及我们所参加业内的一些 比较知名的一些峰会 并且我们今年在7月份 也跟刚刚跟Apache Sea Tunnel社区 做了联合的meetup 在8月份我们也即将与Apache API6社区 做联合的meetup 同时我们在社区内部也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例如我们做了社区人物制 专项访谈内的活动 帮助对社区有重要贡献的一些人 可以更好的被大家所知道 同时我们也做了Apache Doris的 圆满阅读与解析系列的线上直播客 那么这一系列的线上直播客 也现在上传到了B站上 供所有的社区用户去观看 也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 学习到Doris的内核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用户的案例 技术类的博客 目前Apache Doris社区 所生产的用户的案例 以及技术的博客内容 已经达到了数十万字 那么最后 我们也是利用到了 社区的一些研发力量 帮助我们做了很多 社区的一些建设工作 例如我们最近 刚刚对Apache Doris的官网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 一个迭代和优化 第三部分 也是今天分享的最后的内容 是Apache Doris社区发展的现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Apache Doris 在全球范围内 已经获得了超过500家企业的 生产环境的实际使用 并且也是实时数仓 领域应用的最为广泛的项目之一 像百度 美团 小米 京东 字节 快手等众多一线互联网公司 都是Apache Doris的用户 并且我们在一些传统的行业 比如说像能源 制造 金融行业 也都有着丰富的应用 从社区活跃度来看 目前Apache Doris社区 近三个月的 平均贡献者的规模 已经超过了70人 并且我们的累计贡献者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352名 并仍处于快速的增长之中 每个月都有超过20名 新增贡献者 加入到社区里面来 而这一数字 也超过了许多 成名已久的开源项目 同时我们也获得了 很多外部机构和榜单的认可 被认定为全球最为活跃的 开源社区 开源数据库之一 这一系列的数字和认可的背后 其实都说明我们基于Apache之道 构建了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开源社区 而Apache之道 本身就是一系列成功实践的一个基点 通过多样化的运营 可以帮助Apache的社区 可以获得更好的 可持续的繁荣的发展 那么最后 也欢迎大家关注Apache Doris 希望大家可以去Apache的官网 或者是Apache GitHub上去浏览一下 也欢迎通过扫码 加入我们Apache Doris的社区用户群里面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